剛剛我們說到官方的第一個功能 錄影時可以使用外接的儲存媒體 讓你的檔案存在外接設備中 你就不會吃到手機裡的空間 那我們先來試試看 USB 3.2 GM2的規格 就可以讓iPhone去傳輸你的錄影檔案 那我們先來看 這裡邊是一個2TB的SSD 那現在接上的連接線 Type-C的 然後我們將它接上iPhone 接上iPhone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 燈號已經亮了 那現在iPhone上面呢 會有什麼反應呢? 並沒有任何反應 可是你可以去檢查它 第一個 App檔案裡面 會看到一個 硬碟 在這裡 這是屬於iPhone的硬碟 有沒有成功接接好 然後錄影到 外接的SSD呢 就很簡單 打開 打開你的相機 接下來我們按了錄影 然後你會發現呢 這裡變黑了 這個相簿已經不是你本來的相簿 代表說現在是存到SSD 來然後這邊有一個最高時間 你看最高時間可以錄235分鐘 對這樣子就已經完成了第一個功能 那當然 如果用ProRes ROG來錄影的話 你用外接SSD 是可以錄影60p的 沒有問題 可是你假設說你今天把它拔掉了 它就會跳回30p 那如果說你強制讓它變60p 它會跟你說 並不支援 請你用外接 硬碟 好這樣子第一個功能應該很清楚 好 接下來我們準備下一個功能 打開